Cure这个字只有一个音节 E在一个字的最后面 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音节 所以Cure这个字 它是一个单音节 我们中文的意思是治疗 它本身可以当作极武动词 中文的意思我们就翻成治疗了 我们看英文解释 To make someone with an illness healthy again 好那这边有一个介绍词片 我们来看解释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With an illness 就是有着病 也就是生病的意思 有着一样疾病 有着一个病在身上的 的什么呢 某个人 所以make某个人 healthy again 再一次的健康 也就是说它原本身上是有病的 后来呢 让这个有病的人呢 变成再一次的 变成健康的 好那这个就是Cure 这个基础动词的意思 那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doctor tried his best to cure Elisa for her disease 他说the doctor 医生呢 tried his best 好 尽他所能 这个try one's best 所以是我们曾经呢 提过的一个很常见到的一个片语 好那接下来呢 是Cure某人 好这个片语的就要特别注意到了 好 Cure某人 of他的疾病 来 Andy 帮这边帮各位 做一个整理 Cure某人 of 再接上一个所谓的疾病 好就是呢 治疗某人的意思 把某人给治愈 那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介细词呢 要搭配of这个介细词 Cure某人 of疾病 所以呢 医师尽可能 医生尽可能呢 去那个治疗 Elisa的疾病 Cure Elisa of her disease 那同样是Cure 除了可以当作 急语动词之外呢 它还可以当作名词 那当作名词 它是属于可数的名词 当作治疗的方法 或者是所谓的解药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一个例句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cure for a cold 他说呢 你认为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cure for a cold 各位注意哦 这边有一个插入句 叫do you think 其实这个句子呢 如果我们不要有 这个do you think的话呢 我们稍微把它消失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句子原本的意思就是 What is the best cure for a cold 好什么东西呢 是治疗感冒最有效的方法呢 那这边为什么加上一个do you think 那原来就是要问问你的意见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插入了一个do you think 就是要来请问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如何 你认为呢 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解药呢 用来干什么 用来治疗感冒 那这边注意哦 当我们看到的 它所谓的cure当名词的时候 它这个解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所以这边解析词要搭配for 跟刚才是要治疗这个疾病用of 两个解析词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特别要注意到 所以cure当作基础动词治疗 当作名词治疗的方法 或者是解药 是有用了的 对比方的解析词